调解员李金平认为 事已至此 逃避失败并不能帮助张女士解决问题 成长的第一步是要学会反思 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在密室里 一直力挺张女士的观察员廖喜玉 也希望她能够改正一个习惯 我们是个好女人 我对得起天对得起地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对得起一切人 包括我的子女 对 但是你有一点我在这里 我要评论 我要批评你 别人说的话你太认真听了 天底下 哪个背后不说人 哪个背后无人说呀 别人说的对我接受 别人说的不对 我微微一笑 表现出我的素质和修养 观察员廖喜玉认为 张女士之所以爱说理 总是动不动让儿子和丈夫来给自己评理 本质上还是太过于在乎他人的评价 只要他放下执念 自然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动不动就找人说理了 更何况张女士的晚年并不需要过得如此辛苦 手中的东西 这几样不能少 老窝 有房子 老伴 是你的老头 老底 钱 老底 还要有老友 老友 这是老 不能吧 对 你的生活不过得越来越好 我做好自己 对 把自己做好了 我养好我自己 我修炼我自己 我自己快快乐的生活 因为这个生活只有你自己有 好吧 听我的 对 观察员廖喜玉认让张女士意识到 原来自己的晚年生活其实非常富足 有老窝 有老伴 有老底 有老友 只要他解开心结 幸福的生活就唾手可得 现在要跟朋友说 我说他不要我 不要我 他是对我的一种 原始 对 他不要我 你生子 这不减去了你的压力吗 对 而密室另一边 刘先生对张女士的改变还一无所知 他还在担心着 妻子要去纠缠儿子和孙子 他现在在家里面就批了我 把那两个人 把那个给我找回来 我找不回来 不 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 你不需要去找了 我们很多东西是需要吸引的 就是你得让儿子儿媳 看到希望 包括我们自己过得也有希望 对不对 我不需要再去找了 他们有他们的家庭 他们过好他们的家庭就好了 我们要把我们先做好 先做好我们自己 你们老两口都没有过好自己 我觉得这一点是挺 挺让你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吧 观察员徐晓农的话 让刘先生频频点头 这些年 他们忙于带孙子 处理家庭矛盾 根本没有好好享受过 自己的晚年生活 对儿子和孙子的放手 何尝又不是 对他们自己的一种解放呢 那么经过密室的调解 夫妻俩能够放下包袱 从伤痛中走出来 拥抱幸福的生活吗 未经许 continu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